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当中的典故是什么吗 另外这几天也会是个人申请高三生 可以准备书审的最佳时间点了 我们也要请专家 跟大家交流一些准备的小peppo 此外本期节目又进选了哪些好料呢 一起先读一块 死亡过程也能体验吗 苗栗仁德医护管理专科 有一门很特别的课 学生从写遗嘱到躺进棺材 亲自感受面对死亡的历程 很多同学经历这些之后 都觉得会更懂得珍惜身边的亲朋好友 也会更努力过生活 为什么住在重症病房的青少年 最期待红鼻子医生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红鼻子医生究竟有什么魔力 为什么他们所到之处 总是可以带来许多欢乐呢 想要当红鼻子医生 又需要有哪些条件还有特质呢 你玩过麦块这个游戏了吗 其实它不只是游戏 还是一个可以打造虚拟世界建筑空间的世界通用游戏 目前有超过一亿多人都在玩 到底怎么样做才能够很快入门又能玩得专精 请你连假 首先应景来看看历史这一天 同学们最近可以连续放四天假 就是因为儿童节紧接着清明节 不过你知道吗 其实清明节不总是在4月5号这一天 每年的清明节会在4月4号到4月6号这三天之间轮流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清明节同时也是24节气之一 古人是根据地球绕行太阳的弧度成为黄道将一年分成24等份 但是地球绕行太阳的轨道是椭圆形的 绕行一年的是365天又多5个小时 导致每年的清明节气会有三天之内的差异 不过同学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清明节要扫墓吧 爸爸妈妈可能会带着你一起去扫墓祭拜祖先 这是很传统的圣中追悦习俗 不过有一些扫墓的时候你可能会跟着大人做的事情 却不太明白用意 比方说为什么要在坟上压墓纸 或是为什么要剥蛋 今天要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因为原则上的扫墓它是在早上 比方扫墓早一点扫早一点扫 是让祖先有足够的时间 跟我们的后代祖先加持 家庭要想要赚钱的 想要花财的 或者祖先想要起家的 家人带牡 祖先他们会来到现场 他会我们有板斗 然后可能会他们会吃得很开心 那边聊边开心边聊这样的话 代表扫墓把家庭里面的事情 全部告诉祖先 我们现在家里的状况 希望他不要去烦恼等等的 扫墓时你可能会看到长辈在坟墓上 用石头压上一张一张的纸 叫做挂纸或是压墓纸 不同地方的习俗 挂纸的方式略有差异 压墓纸的意思是为祖先翻新屋修理房子 也表示这座坟墓由子孙看管照护 你这个瓜爪三年以内要黄色的 三年以后就要彩色的 有两种瓜爪 骨子有两种 一种是彩色 一种是黄色 纯黄色 没有颜色的 那三年以后代表吉祥了 所以用彩色 以后去撒墓就用彩色的 有些人祭祖会准备好红蛋 将蛋壳剥碎撒在坟墓上头 象征破壳而出 让子孙过好日子 祖先他们看到这个蛋 红红炎炎的 然后大家很开心 大家都八角 八两八角 把那些两角 八角代表祖先 后代祖先脱口而出 希望可以做拥完 这个角放在这个木柜上面 代表能够 后代祖先能够招财回来 铺完所有的木柜 包括木柜旁边 这样是最好的 古时候的人会将拜完的昂姑柜 或是零钱 分送给附近的小孩 叫做幼柜姑 是将祖先的福分与他人分享 你去扫墓扫完了 然后下山了 不是很多小朋友在附近游玩 或附近在种田的一些小朋友 或者大人也可以 你只要看到人 你就要花东西给他们 然后就是要每一个 丢一个东西给他们 红龟 红岩 或者受陶 或者你们买上去 拜拜的这些木柜 但是只能花一半 一半要留回来 我们自己吃 也开印 把家印开好 一些东西不要发出去 每一样东西都要留一半 只有三生 鸡 鸭 鹅 猪肉 如果有这些东西不要花 这些东西要拿回来 那其他东西最好是 你们有买上去拜的 都一半给人家 代表互相选客气 就是他们来又往过去 又客气 我们也有福气 希望福气祖先 希望我们有时候才有得 花一些福气给别人 面理专家也提醒 扫墓还是要量力而为 以下这几种人避免上山扫墓 以自身健康为重 正常来讲 你身体不舒服 身体走路要拿拐杖 或者你脚有受伤过 或者你有中风过了 尽量不要上山 因为你为了上山 为了去扫墓 然后拖命 万里你在跌倒了 那或者你跌倒 突然间往生了 反而会更不好 原则上扫墓是家族 有人代表上去 这个就是扫墓 就可以了 如果有人到墓地会有机会 秘密专家也建议 可以随身携带粗盐 与五色线在身上 回程中途将粗盐 撒在半路不要带回家 五色线则象征五行 全程携带护身 参与缅怀祖先 盛中追远的活动后 你是否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 你所从事的行业 是跟生老病死 脱不了关系的行业 你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呢 如果身边的亲朋好友 突然面临重要的人离世 你又可以怎么好好安慰他们呢 在苗栗仁德医护管理专科学校 就特别开设了一门课 叫做死亡体验 学生们从写遗嘱到躺进棺材 亲自感受面对死亡的历程 听起来其实有点恐怖 但是学习面对生离死别 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人终究难逃一死 等到同学们年纪再大一点 就可以感受到 要怎么微笑说再见 也是一门学问 生命关怀事业科的学生 在老师蔡仲廷的引导下 参与这堂死亡体验课程 穿起授意后 原本轻松的气氛 渐渐严肃起来 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了 这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段路 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 你记得你脸上的每一条纹路 你记得你的长相 现在请将你眼前 属于生命的最后一张照片 交给后方的小天使 小天使捧着一照 体验者将写下人生最后的一段话 不论人生的片段如何 你都得跟她书生再见 道谢 道歉 道爱 道别 写遗书的同时 佳萱已经开始唾弃 就是一想到就是 就是我身边的人 就是要看着我死掉 我就觉得他们应该会很难过 然后我就会觉得 对他们这样背上去 说抱歉 有人舍不得家人难过 以贞则后悔对待妈妈的态度 就是我那个时候 最主要想到的是妈妈 就是她会常常一直念我 一直念我 然后我就会不爽 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你念我 我就是不爽 然后我就会骂妈妈 就说你很烦耶 可以不要再念了吗 这样子 可是当今天我走的那一刻 但是我就会想到 想要跟她说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样子做 你小天使 牵着你的伙伴 慢慢地把观众坐在地面上 把她进去了 体验者在最后一里路 将在小天使的陪伴下 说出自己的遗书内容 小负 我最生不得的就是你 虽然你不会说话 但很难过的时候 都是你陪着我的 我不知道怎么愿意表达我对你的爱 但我对真的很爱你 然后就希望我不在的日子 你都怪怪的 谢谢你的教育 我从下只有你 你首次把最好的遗留给我 自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用 谢谢你们的包容 然后 最后还有我很爱你们 这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亲伙伴在她的身边 也陪伴着她 请小天使牵着你伙伴的手 看着你伙伴牵着她的手 请民众者跟你身边的伙伴 说一声谢谢 感谢你生命的最后 有一个这样的伙伴陪着你 走最后一段路 现在 小天使当你决定好 当你准备好 当你愿意 放手 让你的伙伴离开的话 便可以将她的手 摆回宽木中 并且站起来离开 当你准备好 让你伙伴离开的时候 便可以将她的手摆回去 并且站起来 刚有封钉的动作嘛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有吓一跳 就是超大声 对 然后就是 那种感觉就很像 就是这个棺木阵就打不开了 然后就是 就是心情就很沉重吧 好像就是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 这样 对不起她 我比她已经离开了 然后 但我也很谢谢她 就是从出生到现在 她一直给我就是最好的 我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 放心不下心爱的宠物以及妈妈 贾萱希望 他们都能好好一起生活 而小天使雨萱 也忍不住想到家人 就是我爸封钉奈莎娜 我也会说 希望躺在里面是自己 就是拿我的生命去换去 爸爸现在所有的痛苦 因为 其实看到她 电疗那时候 然后现在脸部这边 就是焦黑那种感觉 我会很难过 爸爸生病的关系 从小就是爸妈心肝宝贝的云萱 相当的心疼 因此高中开始 半工半读 就是希望不要增加家里的负担 小时候爸爸都是说回头 他是我的 我回头我有一个盔甲在后面 但是我想跟爸爸说 他回头之后是 我站在他后面 要保护他 当他听到别人的遗书的时候 他的同理心会出来 他会进入到别人的故事里面去 甚至他在别人在讲自己 跟自己家人的关系的时候 那个体验者 其他听的体验者他是会有同感的 离开棺木重现光明 体验者与笑天使道谢道爱 当死亡接近 愿能真实面对自己 就对他们来说走很远 非常非常远 平常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我希望去给他们一点点的 触发让他们尽可能的去了解 去了解自己生命中哪些东西是重要的 什么事情对这些学生来说是重要的呢 仁德一专设计这样的课程 希望未来投身殡葬礼仪事业的学生 在课程之后用同理心面对亡者及家属 我们在人死亡以后 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可以来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协助 我想对家属的一种悲伤的一个安顿 我想也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比较不是让他们去了解什么是死亡 比较反而是说去了解什么叫活着 活着还有什么未经事业需要完成的 他可能会在活动的过程中 想到自己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还有什么人没有见 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梦想还没有达成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走向死亡 如果能正视这样的事实 且过好每一天 就是活着的最好样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不过有许多青少年或是儿童因为先天遗传或是后天的意外 让他们只能长期住在医院里头 生病的痛还有吃药的苦就是他们的生活日常 只不过现在有人让他们的住院生活可以多一点有趣 那就是红鼻子医生 究竟谁是红鼻子医生 他们的魔力又在哪里 为什么重症青少年都这么期待他们的陪伴呢 继续跟着我们的镜头来一探究竟 在这里 对 我在这里 但是我没有看到魔法师耶 你有看到吗 小丑手上套着猫头鹰玩偶 慌张失措 长不到同伴 只好跟一幕另一端的小朋友求助 魔法师 到底在哪里 魔法师 魔法师到底在哪里 到底在 他们是红鼻子医生 专门为医院内生病的孩子提供专业表演 即使受到疫情影响下 只能采用视讯表演 在你的后面的窗帘 在我的后面的窗帘 好 我知道 我一定可以把它抓住 小朋友一样被小丑把戏逗得哈哈大笑 像这样的小丑医生 全台湾目前有30多位 他们的主要使命就是使出浑身解数 让小少年纪身体饱受针痛药物化疗 饱受辛苦治药的病痛 忘记青少年暂时忘记自己的病痛 你知道吗 人怎么可爱 但是其实是一个突费的人很多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料到吧 大家没有料到吧 绑着行马尾的她是小丑史瑞克 跟着小丑奴奴一答一唱 默契十足 两人都是2016年通过征选 加入红鼻子医生团队 也是戏剧系毕业的专业表演者 所以我一直想 想说有没有一个可能是表演当成礼物 然后直接扣扣扣 直接登门拜访的感觉 我跟你讲 我没在怕你 你没在怕我 半年史瑞克时说话粗声粗气 卸下小丑装扮穿着白色衬衫 他其实是个感性的人 但史瑞克的话 他就是一个情绪起伏比较大的一个小丑 如果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成是一个玩笑 开始自嘲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接受 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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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reat sao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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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aks 小丑在表演中 会刻意让小朋友主导接下来的发展 即兴发挥考验小丑的功力 同时也是希望让病童 找回他们人生遗失的主导权 是在医院的小朋友 有太多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掌握 他们觉得还是可以玩得很开心 然后可以玩得跟我们一样尽兴 要变成小丑可没那么容易 培训分三大层面 首先要学会音乐 魔术 肢体 所有的小丑伎量 另外要进入医疗机构 也要学习儿童疾病与儿童青少年心理 还要透过心理课程的自我觉察 进行内在探索 将自我转化成小丑人格 小丑其实就是另外一个自己 这个小丑角色 其实就是这个演员内在最脆弱的那个部分 最不想让别人发现的那个部分 勇敢地把自己最诚实的那一面 展现给观众看 马兆琦是红鼻子关怀协会的创办人 同时她也是资深的小丑医生 一戴上红鼻子毫无畏惧坦然面对自己的弱点 浮夸了肢体表情换来观众的笑声 我们常常说这个红鼻子是全世界最小的面具 就是我们戴上它之后呢 我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但是这个另外一个人 其实是我自己的某一些些隐藏起来的部分 观众有笑没有笑 就是你最残酷的考验这样子 红鼻子医生一天下来可能要面对20个病童 面对不同的病童要事先了解孩子的病情状况 量身设计出适合病童的表演桥段 可能成功 可能失败 每次敲敲门都要重整心情 可能其中有一场你失败了 你不能让这个失败延续到下一个 你也不能让这一场的沉重延续到下一个 就是我们要练习 每一个门打开都是新的开始这件事情 你用念力 你用念力 我想要是念力大师 好像有感觉 有有有 恩哥是个15岁的国三生 12岁磷患脑流 让他不再能够像以前一样跑步 也不能够正常到学校上课 让他很想念同学 我就只能在家 就不能跟那个学校的同学一起上课 所以他比较好笑 这首歌送给你们 他们特地为了我去练习的这首歌 让我很感动 天天想你 天天问自己 恩哥们在2002年一度康复 没想到隔年再度复发 让红鼻子医生感到相当不舍 我当下其实是有被震到的 对就是 是有点心疼 可是一直到我看到爸爸 那种就是你知道 眼睛看着天花板 在忍住 不哭的样子 我真的是不行 小小病童背负着沉重的童年 比其他人提早面对生命的课题 鸿鼻子医生也从孩子身上 重新理解生与死 他们真的是有时候玩一玩一玩一玩 他会突然跟你说 我等一下要去开刀 就是你会突然撒住 天哪 他说完这句话 他又直接在跟你玩 所以我觉得一直被提醒的是 我们要把握住当下的那个交流 阿公过世 那他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就一直没办法 你知道没办法过去 可是跟孩子们互动的过程中 我突然觉得 死亡其实是很温柔的 就是因为那些人已经真的很累了 所以他们就是需要休息 我要说的是 真的是 是谢谢他们 愿意让我们 跟他们共度这一段时间 在医院这段时光 是他们人生 是很艰难的一段时光 但是在这段时光 他们还愿意接受小丑一生 愿意跟我们一起分享 这么重要的人生时刻 小丑投出最真实的自己 陪孩子大笑 笑着凝视生命 温柔陪伴人生的旅程 原来表演也可以当成礼物送给病童 在疫情期间 他们仍然透过视讯全地欢笑 如果你周围有长期住院治疗的孩子 也想要红鼻子医生 用视讯表演带来欢乐 也欢迎上他们的官网 或粉专预约 服务都是免费的哦 全台最高学府 也就是台湾海拔最高的学校 猜猜是谁呢 答案是C 阿里山乡的乡林国小 你答对了吗 春台最高学府 这次不比成绩 比的是海拔高度 在云烟缭绕的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里 有座海拔高达2195公尺的乡林小学 学生家长大多为观光业者及农民 被美景环绕的他们可幸福了 有着数十只千百岁的神木老前辈们 相伴上下学 一旁的崖边步道 在天气好时 则有令人叹为观止的日落 云海 晚霞等场景 而学校的市长们 也彻底地活用了身处最高的优势 操场上一抬头 就能看见透彻星空 是他们观察天文的好所在 环绕校区的自然人文 则是他们摄影课取景的好去处 尽管远离城市 多少会有教育上的些许不便 但是乡林学生这别具一格的最高体验 可是一般学校完全学不来的呢 今年9月要升大学的高三同学们 是不是已经知道个人申请第一阶段筛选的结果了呢 过了这一关之后 要继续准备第二阶段的书审跟面谈咯 在这个阶段当中 你要准备好的是备审资料 面试 还有部分科系的实作 那么当中的备审资料 就是指高中三年来的学习历程档案了 由于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做好 这五个学期以来的学习历程档案 只差勾选这个动作 究竟大家要怎么勾选 另外有一些补充的说明文字又该怎么写 才可以增加自己被理想科系的大学端教授看到的机会呢 我们也邀请到了台中新大附中的校长陈永言 以及内湖高中的周伟毅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今年的高三升是108课纲的第一届 面临到许多新变革 过去个人申请采用的备选资料 今年采用学习历程档案 高中三年来一共累积了18件课程学习成果 和30件多元学习表现 因此通过第一阶段进入第二阶段的学生 需要勾选三件课程学习成果 和10件多元学习表现 并且撰写学习历程字数 以及多元表现纵整心得 摊开简章可以知道 学习历程字数需要包含三大项目 就是高中学习历程反思 就读动机跟未来学习计划与生涯规划 而考生就要依照不同校系要求 制作一份学习历程字数PTF档并且上传 过程里需要同时参照 个人申请简章 招联会的大学申请入学 参采高中学习历程资料 以及细所官网 多方查询才能够增加通过审核的机会 以中原室内设计系为例 简章中提到审查重点与准备指引 可以透过查看问底中原网了解细节 从网站中得知 学习历程字数的要求是需要涵盖高中学习历程反思 就读动机跟未来学习计划与生涯规划 除外上面还清楚说明内容的字数限制 也要求学生要在上传内容里清楚说明 自己的人格特质与专长 自己在艺术与设计相关的准备跟努力等等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将特定科系要求的细节 写入学习历程字数里面 试着问自己 你在高中阶段长期投入有哪些事情 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整理出答案 当初你愿意花时间去投入这些事情 一定有它的原因 建议你把手机关掉 静下心来 花几个小时来回顾思考 透过这个成长脉络的一个爬梳清理 不仅能够解答你在撰写档案的时候 有关这个动机跟意义的一个困惑 也会为你的未来人生做了一个更好的连结 与未来连结就包含了学习计划与生涯规划 如果你很早就有锁定的目标消息 或许你曾经参加过相关的应对 或者是听过相关的讲座 甚至你可能在你的生涯规划课里面 访谈过相关的教授 或者一些学长减 那么你这一部分写起来就会比较轻松 考生怎么会知道你想要申请的校系 有哪一些专业知识要学习呢 还有有哪一些校内外的资源 可以用来完成学习目标呢 至少你要上CarlyGo的网站 去阅读它相关的学习介绍 课程资讯生涯进入 从里面去拟出你未来的学习计划 勇言校长也提醒最后将这些子项目连贯后 变成完整的文章 并且适度下标让大学端一目了然 个人申请简章也明确写出多元表现重诊心得 字数合计至多800字 图片最多三张 多元表现重诊心得来说 有学生他们要上完实践嘛 那我就会去请他们 我们就以一个科系为例 比方说他今天重视的是自主学习 他也重视的是竞赛表现 也重视社团经验 那我就会请同学先列出一个清单 是我这些多元表现当中 我的项目有哪些 那这些项目当中我会请他先列出 比方说社团参与当中 他参与的是某个干部 然后他的经验是什么 请他先列出简单的内容 然后呢我就会请他依据这个科系的需求 去思考说 这些项目里面哪些是适合让你放上来的 现在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对准校系需求 看看他们到底要怎样的一个能力跟特质 然后再把你自己比较符合的东西 挑出来做一些说明跟摘要 其实就会蛮符合这个大学端所要的资料 我觉得只要在你自主学习 跟你过去的学习经验当中 有能够呈现一些能力 那个能力是跨领域的能力 也就是说无论哪个科系 都很重视的能力的话 其实就能够呈现 也不要因为你以前过去学到这个东西 跟它没有很直接的关联 你就放弃以前的学习经验 所以我觉得高中生不用太担心 就算你的学习的主题 没有跟今天你的大学科系必然关联 但只要能够展现一般性的能力 比方说收集资料 团队合作 还有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的话 其实都是能够做作呈现的 教育部还有开放可以依照过去上传 被审资料那个PDF的方式上传 这是一种做法 其实有招生策略中心的人出来 直接谈到这件事情 他们期待每个学生是不断的在准备 跟学习跟成长型的学生 所以如果你只是上传PDF 像过去旧课纲一样的话 他们会觉得其实你没有做好准备 你没有像现在新课纲的学生一样 每学期都上传历程档案 所以他们觉得会影响到评分的部分 第二种是如果真的同学觉得 我在累计多元表现来讲的话 我现在目前准备不足 我还有一个机会是高三下这一波 就是四五月的时候可以上传 那这一波上传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去规划说 好3月1号的时候学这成绩公布 那我从现在开始 我还可以做什么准备 可以稍微对准一下我的科系 也许可能有点网友补牢 可是这也是你不得不赶快去做的准备 而面对即将到来申请大学第二阶段的重头戏 就是学习历程档案提交 我们来采访同整学生最常卡关的地方 跟你分享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就是写心得写一写 怎么好像在写日记啊 变成写自己的心情了 像是我觉得这堂课很有意义 我收获很多 这样子内容有点太空泛了 一定要写清楚具体收获的内容是什么 觉得有意义的地方在哪里 而第二个要写清楚具体事实来佐证 如果要说自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要紧扣主轴写得清清楚楚 那第三就是千万不能够偷懒 直接把课堂作业原封不动的上传 最后要确认内容的真实性 也就是要让沈和教授了解内容 到底是你自己的想法 还是老师提供的想法 或者是你引述其他书本网络的资料 如果你觉得听起来有点复杂 最后请记住的四个关键字 呈现素养学习的过程内容 然后要真实有自己的独特角度 这样就可以在上传历程档案之前 确认没有犯下致命的错误了 三月份升学季 许多高三同学们开始着手准备 申请大学第二阶段 要缴交的学习历程档案 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台大林国明教授团队 历史两年开办一百场审议会 统整大学教授高中老师的公式提出写作六大指引 首先一定要写摘要 让教授快速知道作品重点与亮点 第二要交代作品脉络 也就是为什么你要写该项学习主题 第三证文中一定要提供具体实力 来佐证自己的素养能力 否则只会沦为心情日记 说的东西是很零碎的 就是我哪些我的问题解决这个能力 我是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的描述 可以来论述我具有问题解决的能力 比方说有些学生他就是提供很多的证书 透过参加这些活动 获得了什么学习经验以及能力 都没有相关的说明 第四内容要凸显个人独特性 可以多从自己的兴趣或生活经验 去发想主题 第五要有真实性 如果有引述一定要附上资料来源 否则会沦为抄袭 最后课堂笔记 学习单或者实验记录等 千万不要直接原封不动的上传 一定要经过整理才看得出重点在哪 作业是写得很好的 报告写得很完整 但是它少了前面的叙述 少了自己的动机 然后学习历程 跟一些学习的心得 反思之类的 另外许多同学迷信 小论文或者专题报告含金量高 应该能获得教授青睐 但其实不一定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小论文还有一种风险 因为教授的专长就是在看论文 所以他看到小论文的这样格式的话 可能启动了他看论文的那样子的机制 所以就可能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缺点 教授其实比较想要知道的就是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论文 你是怎么做的 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你怎么去解决这样的困难 你从中获得什么样的缩后 角落的人是一个附件 做活学计划主持人林国明教授强调 此次发布的六大指引可不是武功秘籍 照着做并不能成为江湖大侠 但绝对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学习历程档案 同学们若能掌握四大关键 素养 过程 真实 独特 那么你就离心目中的志愿学校 又迈进一大步咯 看完头痛的学习历程档案来玩个游戏吧 动动手指就能打造平行宇宙的麦块游戏 问世11年了 每个月还是有上亿的活跃用户 魅力不减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待会来揭秘 放假你是宅在家吗 四月第一周就碰上优水儿童节 又是清明节春假四天廉假 很多同学应该会想要稍微放轻松 玩个有意义的游戏吧 最近有好多人迷上了麦块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的重视版本 从2011年问世以来已经11年了 但是热潮不减 去年每个月的活跃用户高达了1.4亿 这款游戏的魅力之一就是 你可以打造一个平行世界 邀请好多朋友进来玩 乡旭有人号召2000多人一起打造1比1的地球 而迪士尼也为了庆祝50周年 打造了迪士尼虚拟王国 让用户可以跟经典角色一起玩耍 至于我们台湾人的创意更是不落人后 打造了大英博物馆 模拟女性的生殖器官 希望结合游戏与性教育 让大家可以有正确的性知识 印度的太极马哈林 美国旧金山的金门大桥 甚至是纽约程序 都在这款沙盒游戏Minecraft里 一砖一瓦地被打造起来 该项计划发起人是一名YouTuber 在2020年号召志同道合的人 一同在Minecraft的世界里 以1比1的比例重现整个地球 目前计划仍在进行中 但许多知名地标已经陆续完成 因为疫情而不能出国去迪士尼玩 没关系 Minecraft与迪士尼合作 打造虚拟王国 可以跟着经典角色 米奇 胡迪以及巴斯光年等 一起翱翔在虚拟乐园中 而台湾人的创意也不落人后 生理用品创办人凡妮莎 长期关注生理期教育 藉由Minecraft打造了大英博物馆 模拟女性子宫 卵巢 书卵馆等生殖器官 结合游戏与教育 让更多人对性教育有正确认识 我们在Minecraft世界里面 开启了一个平行宇宙 一场由Minecraft社群 共同创造的科幻版世界博览会 另外在3月底刚结束的 杜拜世界博览会 台湾团队也利用Minecraft 还原杜拜世博一模一样的建筑环境 并且邀请所有玩家 打造自己心目中的台湾国家馆 像是台北西门町 也有人建造101大楼 钻石101 大楼旁则是巨型观音像 很猛耶 这个是观音宝 最受瞩目的还有这座高耸 漂浮在空中的疫情纪念馆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高耸的疫情纪念馆 Minecraft它就是一个很经典的沙盒游戏 就像玩乐高一样 你今天就是有无尽的积木 然后看你要怎么玩 在伺服器里面我们其实是有点像是分配给不同的玩家 你自己有一块地 然后那块地其实是你自己想怎么盖就可以怎么盖 然后等到全部盖完之后 我们才把它就是整并进去 没有就是传统国家馆 就是把那个群众所盖的东西再放进来 在这场地里面呈现 其实虚拟化它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无论你的声音再小 它在虚拟化的环境当中都有一些足迹 那其实它可以更多人的参与 大概这几年来其实有更多的一些 无论在科技上 或者是在创新的思绪上 其实我们都有很常做的一些进展 那这些进展其实它也不应该 但是不会是缺席的 游戏不再只是游戏 藉由创意巧思 就能在虚拟世界中创造出千万种可能 能打造平行宇宙的麦块游戏 魅力还不止于此呢 玩得专精的人会透过这块游戏 来学习基础的城市语言 走在森林中 玩家拿起工具开始伐木 收集完木材再来收集各种原石 最后拿着素材找一块地 打造自己的房子跟世界 这款Minecraft游戏中文翻译成 当个创世神 顾名思义就是每个玩家 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 当一位创造天地的神 Minecraft游戏问世11年 全球销售量超过2亿美元 2021年预估每个月有1.4亿活跃用户 是史上最畅销的游戏之一 我觉得它最有魅力的地方 是它的扩充性很大 安装一些插件 安装一些模组 来让这个游戏变得更加的刺激或有趣 然后以及你可以去加入别人的 架好的伺服器 你就可以跟别人一起游玩 台北101 大 那就是往这个方向 不仅能创造自己的世界 还可以到其他玩家创造的世界 走走逛逛串门子 开放创作以及具备社交信 是Minecraft的魅力所在 吕同学15岁 国小五年级 第一次接触Minecraft 对他而言 这不只是一款游戏 也成为城市设计的启蒙 我看别人伺服器 有安装插件那些东西 我就可以 我应该可以自己去尝试 写写看那些东西 就自己上网自己的去看 然后尝试去理解 他每一个英文单字 然后每一个段的城市码 在做些什么事情 教大家要如何制作 Minecraft伺服器的插件 看着玩家安装插件的需求 除了网络上免费教学影片之外 甚至有补习班 开设相关城市设计课程 像这样游戏融合城市设计的概念 还有这个 朝着目标不断设计 像这类2D掌上型游戏 现在可以自己做 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小游戏嘛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创建一个有趣的角色 免费的开放原始码平台 MacroArcade 将游戏必要元素的程式指令 包括角色 音乐 场景等等 通通模组化 在短短几个小时的课程中 大部分国小五年级以上的学生 都能上手自己写游戏程式 每一个人都喜欢玩游戏 透过MacroArcade这样的一个程式设计 游戏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软体界面 其实就是希望小朋友 他们能够用愉悦的心情 然后持续地保持他学习的动机 然后去学习程式设计 除了母语跟英语之外 程式语言被称为当代学生必学的 第三种语言 训练基础的思辨与逻辑 程式设计它本身对于学生在思考的这种逻辑 其实是非常有助益 透过所谓逻辑思考 透过所谓的删去访 透过一些所谓辩证的过程 去找到对于一件事情的一个 事物真相的一个追求 透过游戏 学生边玩边学 让程式设计不再生硬冰冷 游戏之余竟然还能学会程式语言 还蛮不错的 至于本周还有哪些 你不能错过的一周大事呢 稍后告诉你 就只有16岁 你就是高音 你就是屁孩 所以你的能力就只有到那边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用一格一格的分镜图 结构18岁的青春岁月 要有一个肩膀能扛下 你所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要长大的过程 你变出来 我其实一直很想要跳出去 只是就是我闹我不敢 现在是我觉得 他跳出来是对的 要去开创属于自己的新道路 挖掘不一样的面貌 每周六日下午三点钟 请锁定为数位的你 打造的新闻节目 欢迎回来 本周除了疫情在拉警报之外 还有哪些新闻重点呢 透过时事不落 带你快速扫描 各县市接连发生群聚感染 传播链延伸进校园 有多所学校紧急宣布停课 匡列裁剪 从高雄某科大到基隆 台北的国中小 就有时间以上的学校停课 桃园也传出五道教室的老师染疫 而且足迹遍布台北宜兰学校兼课 结合学员派跟食物派的台湾面包师傅团队 最近在教练五五线领队下 前往法国参加世界杯面包大赛 行前备好宜兰金枣 台南艾文芒果苗栗大胡草莓等台湾水果干 到现场制作出的西式面包获得好评 夺回首次团队金牌荣耀 面包师选手们开心高呼台湾 再一次让台湾扬名活鸡 美国总统拜登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3月底在白宫进行双边会谈 会后声明双方表示 两国会合作维护印太区域的稳定 更强调要确保每一个印太国家包含中国要遵守自由开放的原则 虽然清明假期雨纷纷 但节目最后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些热门的景点 首先4月是萤火虫的季节 花莲鲤鱼潭还有光复香都是蛮热门看萤火虫的秘境 台中东视林场南投西投路股也都是赏赢的人气景点 另外全台最大的彩色海域花海 会在桃园这个西海休闲农业区登场 将会从4月2号展到17号号称是规模最大 有7.2万株满满的彩色海域花 现场还有DIY跟艺文市集可是免费入场的 另外还来看到是2022宜兰绿色博览会已经开幕了 内容这次包含由主题展区 游戏设施还有装置艺术等35个展区 活动是到5月中 也是清明廉价亲子出游的热门选择 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出游扫墓可别忘了要兼顾防疫 戴口罩勤洗手啦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你喜欢吗 有任何的意见跟建议或者是特别想知道的资讯都非常欢迎大家 透过IG或粉专搜索静少年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以下Tinx Diary信箱跟我们联系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朱培兹 拜拜 我们下次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